我們現在講那個 enormative factor 這是在均勻磁場中 我們在均勻磁場中 氫原子在均勻磁場中 當然我們H0 H0 我們不是取原先的H0 我們現在取包括自選軌道交付作用的 我們把這項自選軌道交付中間 我們把它放在原先裡面有解的 那這項 這項就是原先的什麼 我們倒過了 這是原先的什麼 原先的1r分之1 原先是這項 星期的上課的時候 我有跟你推倒這個有沒有 還繼續的 這微分變成r平方分之1 再除以r變成r的三次方 那如果你用H0 i跟方形是什麼 i跟方形要怎麼描述 就是要用y 還繼續的 就我們星期二講的 那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l加2分之1 那H1呢 H1就是儲場 儲場所閃生的圍繞 那儲場所閃生的圍繞 我們原先有一項 就是電子本身的自選 這個2其實是2.00幾 這2是從g-factor來的 所以這邊不是剛剛好2 這項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項物理液 這項知道了嗎 這項是什麼 這項是什麼物理液 電子本身的磁偶級 電子本身的磁偶級 然後在磁場中的話 會有這項 那這一項想不想怎麼來的 你們都學過那個 你們都學過電磁血吧 一個線圈 一個電盒繞圓周運動的話 一個電盒繞圓周運動的話 會有產生什麼 會產生磁場 那這個磁場你們都會算吧 你們用那個 你們的電磁血部 應該都學過 就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講過那個 電子不是 它不是有特定的軌道 特定的圓周軌道 或深透圓形的也好 但它有攪動量的話 就表示它怎麼樣 它有攪動量 表示它有個旋轉的量 那有旋轉的量 就怎麼樣 就它本身就有一個磁我取在 所以這項是電子軌道 電子在做 電子在繞原子盒 有攪動量的時候 所產生那個磁場 不 對不起 產生的出貨局 這個出貨局 在跟磁場怎麼樣 交互作用 要清楚嗎 ok 我不用寫了 ok 這是電子的自旋 我這樣寫好 我還寫好了 我這樣寫 切片清楚 這是電子自旋本身的出貨局 這是電子相對原子的運動的怎麼樣 產生的出貨局 這樣我們這個物理觀念清楚了 那低階能量修正 低階能量修正 低階能量修正 這個量子數改成這個 然後這個是等於 對不對 這是第一階能量修正 那這邊我們如果把磁場選擇在 對 我們如果是選擇 G方向選擇在磁場方向的話 這邊是 這邊就變成是 2 1 然後2 就變成LG 對不對 在低階方向分量 這是在低階方向S 然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H1帶進來 我們就得到 1 然後2 有沒有1 對不對 ok 這邊我們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LG加上SG加上SG 對不對 我們分成LG然後加上SG 我們把SG把它分成兩個 有沒有問題 那這一部分是什麼 就是Z Z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然後 你知道 這個狀態是它的怎麼樣 它的I跟方形 對不對 就是這個狀態 是總角動量的I跟方形 所以這個作用就是它等於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等於是 對不對 我們只剩下這個而已 所以這一項我們可以 所以我們就得到 那我們下一步來算這一項 我們來算這一項 ok 來 對不對 我們把這帶進來 把它展開式帶進來 我們這邊Z有兩個 一個是 Z等於 我們先處理Z等於L加2分之1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一個是L加2分之1 一個是L-2分之1 對不對 我們先算L加2分之1的 那這 L加2分之1這個公式 我已經跟你寫過 我 YLM 這個狀態 有沒有問題 那麼下一步 就算我們先看 這個作用到它 等到什麼 我們再看 這SZ作用到它 作用到這個 正的2分之1H-bar 所以 正的2分之1H-bar 然後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這一項呢 SZ作用到它 負的2分之1H-bar 負的2分之1H-bar 對 好 那下一步就是說 總共有四項 其中兩項是什麼樣 是交錯的 交錯那項兩項是0 你看它不同狀態 那只有這一項 這個乘上這個的 好 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 乘上這個 對不對 那最後把它 這很簡單 你把它乘上去 然後整理出來 就得到這個結論 就得到這個先 不要忘MJ等多少 MJ等於這個 來繼續得 MJ是這個 這樣回來 所以我們得到那個 J等於L加2分之1的 你用相同的方法 我們用相同的方法 也可以得到 J等於L-2分之1的 還繼續的 那你把那個展開式 把那個L-2分之1的展開式 你帶進去 用相同的方法 你可以得到這個結論 我說我就寫在這邊了 你看這個結果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徵 我發現有什麼特徵 一個是往上升 對不對 這是正的嘛 所以它往上升 這個是負的 所以有什麼樣 往下降 那量呢 量也不一樣 上升的量跟下降的量一樣的 所以原先是 所以變成分裂成兩條 那這個兩個 我們可以把兩個結果 合併起來 是變成這樣 我們剛剛是這一項嘛 左邊那個是這一項 對不對 我們把這項帶進來 就得到 我少掉一個V 就是我剛剛都落掉那個 磁場漏掉了 你把它填進去 我剛剛那個磁場漏掉了 我剛剛那個點成V 你們知道我 不然現在這個L 這邊有個V 所以這個是LJ 我剛剛在寫的時候V漏掉 你把它填進去 OK 有沒有問題 這樣知道 那我們現在把V V填在這邊 我們把這H bar 把H bar把它填到這邊來 H bar 然後這邊沒有掉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兩 這邊就 加上正負 然後這是 左邊那邊 H bar 然後2L加1 對不對 上面這個正的話 是這個 正的話是這個 最像是正的 這邊負的 這邊負的是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負 這樣知道 我們可以把MJ提出去 把MJ提出去 就得到 然後上面是 然後上面是 OK 這邊有正負號 正負號是對應 L加2分之1 L-2分之1 這樣清楚了嗎 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我們看 這結論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它跟L有關 對它跟L有關 對它跟L有關 對某個特定L 對某個特定L 某個特定的角重量的能接 對不對 原先都一樣 然後我們現在分裂成兩條 好 J等於L加上2分之1 那這邊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有兩個是 對L 一個L 還有一個MJ 我們看這個式子 跟什麼友人想 一個是L 一個是MJ 不同MJ的話 它分裂的量怎麼樣 也不一樣 OK 有沒有人解 OK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組 一個是L加2分之1 一個L對 所以我們能接是這樣抽開的 這是MJ 等於 OK 分裂這兩組 這都解釋了意思沒有 對應相同一個J的話 MJ可以從哪裡到哪裡 這個我們應該都很熟了 最大子 最小子是負的 就像以前我們那個M 那個L 那個L等於2的話 M是從哪裡到哪裡 對 從負2 負1 然後0 然後1 跟這一樣 那我們現在 現在把它換成J MJ 這樣有欠不欠手 所以我們的農界是從負的L加2分之1 然後底下 我畫的可能太 我畫大一點 然後這個一樣 我畫的比例可能不太對的 我們看 我們看 最上面這一條是嗎 最上面這一條 這是J等於L-1的 L-2分之1的 最上面多少 對 對 對 L-2分之1 這一條呢 負的 L-2分之1 這負的 這負的就正了嘛 從負到正嘛 這樣 對 這個當然也是等於是 負L加上2分之1 對 這樣會了嗎 對 有可能重疊 有可能重疊 對 不過我們來看看 會不會重疊 你們想想看會不會重疊 這種加大都湊得越開來 你比較一下這兩項就知道嘛 我們來看 這項是Mz等於 我們從這來看 我們從這來看 這是我們的分類的圖 對不對 你看這個 這條線 這條線是什麼指 你把那個Mz帶進來 是負的L加1 負的L加2分之1 對 那這同樣的公式 那這邊最高點 不過不要忘了還有我們這項 你可以舉個例啦 第一個 你可以舉個 你先L代等 不要忘了正面是L函數 這你們可以做啦 例如說你代L等於1 L等於1是P軌道嘛 對不對 L等於1的話 這邊這一項變成什麼 2加3分之1 2加3分之1 這項是3分之1 所以這兩個湊開 這兩個湊開 這兩個湊開成多少 我們單單看這一項 單單看這一項 是1正負 所以是1 1假如是L等1 這項是1正負多少 3分之1 那這等於有兩個 一個是1加上3分之1是多少 3分之4 另外底下這個呢是多少 1減掉3分之2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根據最 然後再看M最小是多少 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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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做這一條 那我們看這一條 這條是 這條要看底下這個 成像多少 2分之1 一個是負的一個是正的 有沒有重疊 有啊是重疊的 這樣會了嗎 那你可以帶2 2再試看看 這樣會了 再2再試看看 所以L等1是重疊的 L等1是有重疊 這樣會 這樣自己會做到沒有 你們可以自己推論的 那我們下一步要討論那個 另外一個效應 另外一個效應 我們就要做那個 跟原子核的交互作用 這都超了 所以你們知道這個圖 只是示意圖 這兩條線 有沒有重疊 要從那邊來決定 這樣清楚嗎 所以你們 當我如果畫重疊的話 比較不好畫 那你們要知道 從那個去判斷 底下我們叫做hyperfile 原子核呢 原子核呢 原子核也有一個出貨局 因為原子核帶電嘛 原子核 原子核是帶有帶電 而且它有角動量 原子核帶電 而且有角動量 跟電子核一樣 對小 那我 事實上符號用i 所以我把它改成i 原子核 原子核我們用i s是電子的 我們用 不過都是自選 所以我 我就照事實上符號用i 所以 對 那因為子核是帶正電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有個出貨局 它出貨局 就是這樣子 好 這是原子核 i呢 是原子核的角動量 那種原子核的量 就是有回摩子子嗎 對對 那它每一個選擇方法都一樣 什麼叫選擇方法都一樣 就是電子核就會有向上去 對對對 那你要用 要用角動量向下去處理啊 例如說一個 一個子子的話 是這沒有錯啦 一個子子的話 角動量是二分之H8 那如果有兩個子子呢 兩個P呢 要怎麼處理 兩個P要怎麼處理 兩個子子要怎麼處理 我有教過你們了啊 我不是跟你們交兩個電子的情形嗎 兩個電子怎麼處理 每一個子子 每一個子子有兩個狀態嘛 這子子有兩個狀態嘛 那種角動量是什麼 有沒有想起來啊 有沒有想起來啊 一對電子啊 一對電子啊 我不是跟你們講一對電子嗎 就要用那個方式處理啊 所以它中角動量有幾種可能 有一個Triplet 一個是Singulate 一個是Singulate 還繼續的 角兩個 兩個姿勢 都忘掉啦 對對對 這Triplet一個是I等多少的 Total啦 等於多少 等於1 對不對 那 三個分量呢 MI 我寫MI 有哪幾個 -1 0 1 對不對 都是Triplet 這三個都有怎麼 都對稱態 這個呢 是什麼 iTotal 等於0 Mg 等於0 還繼續的 跟電子一樣嘛 教會了 什麼是兩個 什麼是兩個 對啊 它更多的話更複雜 更多的話狀態更多嘛 這樣清楚 不要忘了那個 子子跟電子一樣 都是負米子 我們叫負米子的 因為它之前都是二分之一H bar 所以都有相同特性 我們在下一張 我們在下一張 要講兜體的系統的時候 這些都適用的 電子的適用怎麼樣 子子也適用的 那這個 我們就 這個你就把它當作子子好了 子子有一個角度量 對不對 這GN 雲子核的怎麼樣 宰羅 MH 我們前面有電子的對不對 現在是子子的 對 要對啊 沒有錯啊 就是它佛名子 只要自選是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幾數的都要 我們下一張就會談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原子核的什麼 原子核的電量 這是原子核的電量 就原子序 原子序乘上基本電量 然後這是原子核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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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啦 對電子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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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是2嘛 接近2 對不對 對 我這邊沒有寫那個數目 我下去看 我下去把這個找出來給你們 好 我那邊有的 我那邊有數學常數的手冊 我把下次告訴你 告訴你這個量 原子核的 這個N代表原子核 對不對 就N嘛 OK 這樣會啦 OK 好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 就是說 原子核 原子核也有磁偶局 那磁偶局會產生個磁場 那我們要用那個電磁血的公式 電磁血的公式 我們有磁偶局 它進了磁場 我把它寫下來 可以 一個磁偶局 一個磁偶局所建立的向量場 你們電磁血 我看你們再複習一下電磁血 我用的是Jackson Evans 電磁血是不是 A 好 這是 這可以寫成這樣子 N Cross 負的 gradient R分之1的gradient OK 你知道這怎麼來的 這怎麼來的 會不會做 蛤 不會啊 那我做給你們看 R分之1是什麼 對不對 gradient的呢 對 對 這是負的 然後 對不對 加上3 加上 是不是這樣子 你這片尾分得到什麼 這是負的2分之1嘛 所以負的2分之1片尾分得到什麼 負的2分之1 負的2分之1 然後這邊變成多少 2分之3 啊 怎麼樣 對 還要對著偏微分 所以這邊在LX 2跟2消掉 對不對 那底下是什麼 R的三十方 所以變成負的 R三十方 X 這一項 這一項是XI 這一項是YI 這一項是ZI 這一項是ZI 這一項是R三十方之XI嗎 這一項是R三十方之多少 Y乘上Z 這一項是R三十方之Z乘上K 所以分子就是怎麼樣 分子就是R 這樣會啦 怎麼來也知道了 小M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換成大M 事實上公式是這樣子啦 事實上是這樣寫的 這是事實上用的式子 我用的是CGS單位字 CGS單位字 所以你要換成那個 你們的版本可能用MKS單位字 這是向量廠 不要忘記這是向量廠 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的是磁場 所以我們下一步要把向量廠怎麼樣 換成磁場 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磁場怎麼來 我們如果已經知道向量廠 磁場怎麼得 就取他選CGS CGS就是B 這樣回來嗎 這已經知道的話 你做這個就可以得到磁場 講起來是吧 我們平常叫向量廠 怎麼叫磁位能 怎麼叫磁位能 就是電位對於到電場 對 然後這個對於到磁場 沒有人這樣講的啊 多有講向量廠 你們去電視學這樣教嗎 那他們講講的磁位啊 沒有我們通常都有講向量廠 叫Web Potential 我們就上到這裡 谢谢大家